好那今天老师我接下来请教你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朋友都很喜欢纯金融股 可是呢今年的获利的情况 我觉得落差蛮大的 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呢 其实就前五月的EPS来说 成长比较高的股票呢 像是富邦金国泰金 然后开发金的年成长率都高达100%以上 很明显的他就是集中在一个受选的金融股 那另外呢成长性比较高的 像是赵峰金成长了大概是47% 就是以投资为重的一些金控公司 所以呢再对照一下 再对照一下今年以来股价的涨幅 所以观众朋友想理解想知道的是 如果空手的人或者是想要再加码的人 应该是买强者很强 今年涨比较多的像是中信金 国泰金富邦金呢 还是呢我们应该锁定的是 机企比较低的像低金啊 增盈啊台信金啊 其实涨幅都不到一成以上 好的我们看到这些来看 说实在跟他们的获利还有题材性 都有一些关联性存在 所以股价的差距还蛮大的 但是有没有发现一点 光股都不大会动 对耶 都不大会动 但是民营的银行股呢 包括了金城银嘛 南部的 他涨了今年涨了63% 最厉害中信金也41% 其他的你看 不是小银行不是金控 就是业绩其实他们成长幅度还蛮大的 这些呢就有正向来做反应 基本上跟业绩面有明显的关系啦 好了关股为什么没有很强 我们看赵峰金前5月税后获利成长3.3% 第一金7% 华南金15% 和固金14% 有没有比民营的比较差一点 不是差一点是差蛮多的 所以股价就是温吞啦 就是说获利会跟股价来做一个对比啦 所以当然因为 这个时间点 当然除了业绩好的继续去追踪它之外 你说基期低的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啦 我教大家 他们会轮得到 轮得到他们 对然后看一下 那这些这些还没有涨到的 可能就会轮流上去 当然业绩好的也是追踪的焦点 我认为像赵峰金 其实前5月也有1.18块钱 好不好 还不错啊 投信一路呈现买仓最近买仓 然后他配0.3块的股票1.5块钱的现金鼓励 月季线钢黄金交差 还有没有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大涨 没有 这一根红贴棒刚好突破了平台整理 MACD在临走以上 朱状底再翻 所以回来测这颈线没有跌破 偏多操作 因为他根本没涨到嘛 所以我觉得赵峰金光股嘛 如果他倒了 台湾应该也倒了吧 对不对 光股啊 对啊 光股不是 我们不太认为他会倒啦 倒的几率很低啦 那如果他有问题 台湾应该有问题吧 所以赵峰金这边没有涨到 其实业绩面也不差 前5月赚1块多 我觉得股价在这边 应该是有机会来做补涨 对赵峰金我倒认为说 是可以留意的一个方向 而且是我印象中赵峰金 他们是受惠于这个美元部位 最多的一个题材 对 对那万一美元之后 美国降息的话 他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了 我觉得多少的海外投资 这一块一定有影响 不过呢 他还有其他国际的业务 我觉得互相cover掉的时候 他比较火一点 在光股里面算是比较火 因为毕竟以前前身有交通银行啦 这个等等的 比较重要的我们的原本的官股的银行 成绩单都比较好 所以呢 我觉得赵峰金的爆发性来看的话 或许没有相片金控那么强 但是稳定度 我觉得下半年应该有机会补涨一下 不然好可怜 都没有涨到 另外呢 我看一下 国泰金 国泰金就有意思了 因为其他的获利没有差 富邦金差很多 可是他们两个股价差蛮多的 对所以我们来对比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替国泰金的股东 含委屈啊 太委屈啊 前五月国泰金一边是4.07块 富邦金只有有4.57块 多了多少 多了0.5块钱 那前五月呢 国泰金盈余增长率250% 富邦金132% 比你高很多对不对 国泰金跟富邦金股价差20块以上 所以富邦已经上去了 国泰会不会太委屈一点 最近他有涨 但是比较温吞一点 那如果说按照这种比价差价来看 假设 投信要来买 或者是外资进来也要买金融股的话 他会选谁 选国泰金 对理论上应该是要选国泰金啊 真的会不会选我也不知道啦 但是我做个比较嘛 这两个差距那么大 这获利又差不多 成长性跟股价差不多 那么多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这个时间点 我要投资金融股 这两个龙头老大哥 我可能就选国泰金 建杰老师 我延伸出一个问题来请教你 因为我自己之前在研究 国泰金跟富邦金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富邦金 他们在投资上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灵光 他们在股票市场跟债券市场 就是一来是不位大 而二来其实他们的收益 也比国泰金 出量率的成绩带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多多少少影响了法人 对于这两家公司的一个评价 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 国泰金的获利也差 富邦金差不到哪里去 可是呢 位阶 股票的位阶差这么多 可见法人对于富邦金的认同度 某种层面就是比较高 因为比较新嘛 国泰金比较旧嘛 如果我们在很久的历史来看 对吧 然后当然你又新了 你并购了很多其他新的进来团队之后呢 你的各方面 不管产检保险受险各方面 还有投资这一块 他可能就比较灵活一点 同样的 以我们自己亲身经历 其实我家楼下旁边国泰 右边是富邦银行 我家正楼下就两家银行 那两家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富邦有时候就比较活泼一点 推东西就比较活泼一点 国泰当然都很OK 但是他们的灵活度就像你讲的 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或许就获得大家亲了 而且股本也比较小一点 对 这个可能股价会涨的 比较多的原因在那边 不过呢 我今天会把国泰金放出来 我两家都看好 因为我家楼下两个 不然我会被骂 两家都是邻居啊 他们的头头我都认识 都好 但是我按照比较来看 国泰金真的是 比较被低估一点 好也就是其实 两家获利都不错 那只是因为呢 国泰金让大家觉得 好像有一个既定印象 是他比较在操作 层面上面比较保守 然后灵活度 比较没有那么的灵光 所以呢可能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法人对于他的 要求给予的一个本益比 可能有一些落差 建成老师 你又挑了关股银行 没涨到啊 我们总不能说长很高 叫大家去追 那风险性太大 那第一金呢 为什么可以留 只要前五月也赚0.84 重点是我配0.3块的股票鼓励 0.85的现金鼓励 我现在股价二十几块钱 你不觉得这样很不错吗 那 投信也开始买啊 或许这应该是ETF的买盘 那MACD的注重 也刚开始翻扬 所以基本上 他没有涨到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补涨 所以我觉得第一金来看的话 而且在投资领域这方面 其实也都做得不错啦 他稳定啦 关股银行就是稳定啦 不过呢股价没有涨到 因为他们配那么多 像他们的除悬席日子都还没订哦 对 所以呢还没订之前呢 你就要赶快卡位 一旦订出来之后 会拉到除息前 嗯 那除息之后 他们通常不会动 除悬席 当然基本上不大会动 又要盘很久 所以除悬席之前呢 应该可以考虑 而且其实很有意思的是 我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也有发现金融股 特别是这种 呃 关股银行 但每一年的除悬席之前 都会先拉一波 然后除悬席之后呢 不知道是不是买盘不见了 或者是有些可能业绩 不太如预期 大家会有一些担心的时候 反而呢除悬席之后呢 他的这个动能有点下降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一波大家想要卡油的话 就是除悬除息之前 先来卡位啊 对不对 那民营的也是这样吗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